安平乐道 威威到来 我是安平 我是威威 很高兴和您一起乐道 上次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讲到了这个奇异恩典 这首《快知人口》的诗歌作者 约翰·牛顿 他的这个生命故事 我觉得非常的这个 戏剧化 戏剧化 从前是一个浪荡的水手 后来成为了一名虔诚的牧师 从前呢 蓄奴犯奴 到后来呢 成了倡道废奴 是 不过他的这个改变 不是一戏之间发生的 我们其实知道 他的母亲从小呢 就教导他读经 祷告 希望把他培育成牧师 虽然在约翰·牛顿 七岁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过世了 但是那个种子 却深深地埋在他的心里 对 我们知道他在航海的 这个生活当中呢 虽然一度堕落 不过他也经历几次 大难不死 就开始思想 上帝是不是在他的生命中 有奇妙的工作 那今天呢 就由楚云牧师 为我们朗读一封 他回忆起 在海难当中 局处逢生的故事 咯 作词 作词 作曲 初吴 M 1763年1月19号 尊敬的哈维牧师 3月10号对我来说 是一个十分值得纪念的日子 正是那一天 高天之上的神 把我从深水中拯救出来 我开始想 自己以前的信仰告白 那是我生命中一个重大转折 我也开始想 自己言语放肆的那个时期 所听到的呼召 警告 和所得到的救赎 让我再回过头来 说这次海难 当我以为一切希望都已经断绝的时候 却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到了晚上六点左右 有人说船上所有积水都已经排光了 这个消息是我们心中重新燃起一线希望 我认为这是神向我们显出的恩惠 就开始向神祷告 风已经变得相当柔和 接下来几天 我们继续向港口靠近 尽管 尽管处境还是非常危险 但是船上的人已经开始从极度的惊恐当中恢复了 在行境中 我们时而充满希望 时而又充满恐惧 我闲暇的时候都在读经 默想和祷告 祈求深的怜悯和执教 这样一直持续了四五天 也许更长 直到有一天 早上 我们被一阵欢呼声给惊醒了 这个欢呼声 是由甲板上首页的人所发出来的 他们说 已经看见陆地了 大家还沉浸在欢乐中 这时候 大副异常严肃地说 他希望我们看见的是一块真实的陆地 他的话 使大家的心一下子落入谷底 不久 这个争论有结果了 那块陆地是海市圣楼 不过是一团烟云罢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 整个海市圣楼的景象 彻底消散 接下来的问题是 食物短缺 十二个人 一天的伙食是半条咸血鱼 在极其寒冷的天气里 我们几乎没有一幅船 我们要一刻不停地在抽水机旁边工作 以保证我们的船能浮在水面上 这样极度匮乏的情况 实在难以为继 每个人都遇见到一个极为可怕的光景 不是自己饿死 就是彼此相识 我们的希望 日渐渺茫 然而 最终 神大能的手 救了我 尽管 遭受这样的对待 我内心的希望 却远超过恐惧 甚至 就在我们决定系掉船上所有东西 每个人脸上都显出绝望 我却感受到 那个希望 大过恐惧 这时候 我发觉 风开始接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挂了起来 刚好 让船破甩的那一侧浮出水面 风力也刚好 是我们那几张所剩无几的船帆 所能承受的强度 在这一年当中 气候最多变的季节里 这样的风力一直持续着 既没有改变方向 也没有增加强度 直到我们再次看到陆地 而且是真的陆地 我们看见的是脱离岛 第二天 我们把船停靠在爱尔兰的斯威利湾 这天是四月八号 距离我们遭遇海难的时间 正好四个礼拜 在我们快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 炉子上正烧着船上最后一点事物 在人看来 我们那时候的景况 已经到了人的尽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开始意识到 确实有一位垂听 并且应语祷告的神 自从得着这次极大的拯救以来 神已经多次向我显现 然而 此时此刻 我心里对他 却是那样的不幸 和忘恩负义 你忠实而卑微的仆人 约翰牛顿 约翰牛顿 他要回伦敦 回到英国 那船开到爱兰附近 就有一个大的风暴 那大的风暴是非常的厉害 船几乎要沉下去 那个时候他就呼求上帝 上帝拯救他 也怜悯了那艘船的人 那一次的经历 他自己认为是他重生的经历 这一天是他毕生难忘的一天 就是1748年3月10号 商人的儿子 他爸爸其实是做这个奴隶生意的 然后后来变成海军的少尉 后来又变成奴隶 身中奴隶的仆人 以后他自己就从事贩卖努力的工作 一直到他29岁的时候 因为他有一场大病 中风 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到海上去生活 所以他才放弃这个海上的生涯 他开始在利物谱从事税罐的工作 做一个税务员 这个时候他才稳定下来 而且他开始想到教会去服侍主 开始读神学 读圣经等等 按照神的时间表 他有一天做了神的仆人 因为他有这些人生的经历 所以他的幕会是很成功的 他的讲道是很有能力的 所以他讲道就吸引很多的人 去听他讲道 升至他成为 Wilhelm Weber Force的一个属灵的导师 因为他人生经历过很多的挫折 好几次差一点要死掉 所以他就知道神的恩典多么浩大 所以当这个Wilhelm Weber Force 他在议会里面工作 做一个政治家 他从事很多政治的活动 或者说要改革这个奴隶制度 他一定会灰心 他一定有很多的政敌 要攻击他 约翰牛顿 他用他人生的经历来鼓励他 因为他的人生经历更多更多的患难挫折打击 所以他的人生的经历可以成为很多很多人的鼓励帮助 无论我们的遭遇多么的坎坷 多么的悲惨 甚至多么的黑暗到一个地步 好像那个坑深到一个地方 我们都爬不起来 那神的恩典 神的手 神自己都可以深到那样深的地步 把我们拉起来 这个就是神的奇妙和伟大 这是我们从这个约翰牛顿身上看到的事实 也是成为我们很大的激励 他所写的诗歌 一直到今天 已经两百多年了 还是等于说基督教界 大家最喜欢唱的一首圣诗 因为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圣语 你很喜欢唱的一首圣语 面前我失散 尽被寻晦 下眼尽得看见 不在暗点 是我失散 是一抹云的阿贝 初心迟失 寂寞轮回 真是何都报告 不在暗点 不在暗点 你靠 靠住暗点 安全不怕 跟你等我回家 是一抹云的 是一抹云是一抹云的 All I shall see I shall present When things appear A life of joy and joy 將來新年生不換句 恩過愛一千年 一輪松殘 在父從前 神往那日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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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往那日快些